第六點A 那就跟實際的開運的一些方法有關係啦 那當然剩下這三點 我會希望大家呢 你如果明天就要做 你就可以去做好不好 但如果說你希望後面這三點 有一個很明顯的功效的話 我還是重複 不要嫌我囉嗦 我還是重複剛剛講的話 前面五點盡可能的去做 先讓自己歸零 先讓自己清零 好好的去想一想 冷靜下來 OK好 第六點是什麼呢 其實第六點之前跟大家有分享过 就是把我們的手機螢幕 改成自己的六核生效 這個是只要是有同學 任何的同學 任何的客人 包括我在露營的時候 大家問我怎麼樣增進人際關係 增進鬼人 我一定都會這樣的方法 把手機改成自己的六核生效 那如果說現場有新同學 不知道什麼是六核生效的 沒關係 請您把你的生效留言下來 我們現場有非常多的老同學 看到之後就會回答你 比方說像我手機 我的六核生效就是龍 那就記得哦 把你的手機的螢幕改成龍的圖案 那龍的圖案不一定要是傳統的龍 可愛的龍也可以 重點這個龍我看了一定要信心好 我們在要求人際關係 一個邏輯非常的重要 中國人講求維持人際要圓滑 圓滑的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夠圓滿 不要尖尖角角 不要針鋒相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手機上面放這個圖案 看了一定要自己喜歡 甚至我看了之後我心情就會好 那就成功了 老師請問六核生效比三核好嗎 六核跟三核沒有所謂的誰比較好 或者誰比較不好 兩個都好 只是如果我們真的要講它的區別的話 三核叫做明貴人 六核叫做暗貴人 那你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你會覺得 我希望這個明貴人多一點 明貴人是什麼呢 就是白的 明白的 我就是來幫助你的 或者是 這是明白的 比方說 我們是這個工作夥伴 工作夥伴 那我可能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我們必須要互相幫忙 明白的 大家就是要互相幫忙 這就是明貴人 那暗貴人是什麼呢 就是默默在支持你的 他不見得會很明顯的告訴你 我在幫助你 他就算幫助你完成了某些事情 他也不會來跟你說 你的成功是因為我的付出 不會 他就是真心誠意的 在後面慢慢的支持你 扶持你 所以我們人生下來 大部分 大部分最重要的暗貴人是誰 就是我們的父母 他們無條件的付出 養育我們 支持我們 六合生肖 如果犯太歲 可以放嗎 來 可以放的 六合生肖 如果犯太歲 沒有問題 再來第七點是什麼呢 第七點 希望各位同學可以嘗試著 在自己一進門的地方 一進門 就是我一打開門就會看到的位置 可能是玄關 可能是鞋柜 也可能是我們的 這個叫做客廳的桌子 也可能是家裡的人才會 不管怎麼樣 我們要很客觀的一件事情 今天直播之後呢 各位同學 你們可以去試著走一遍 我開門進來家裡面 我第一眼很自然哦 第一眼看的位置是什麼 那你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擺一個 擺一個什麼 通常會建議 比方說我擺笑臉佛 或者是擺任何 它只要是戴微笑的 這個微笑要明顯哦 我是要戴微笑的 它可以是形象 它可以是裝飾品 它可以是畫 可以是任何的一個圖案 不用太大 但是呢 你只要看到它 會讓你心情很好的 這個物體就可以了 材質不用特別去區分 不用特別分好不好 那所以哦 我再說一次 第六點就是把手機 螢幕改成自己的六合生肖 第七點在自己進家門 第一眼看到的地方 不管是玄關協會桌子 或者是俗稱的名彩位都可以 反正你只要看到這個物體 你心情就會很好 就會很放鬆 就放在那邊 好不好哦 所以六和七 好 最後一點 就要麻煩各位同學做筆記了 好不好哦 最後一點 如果說真的想要很快 快的定義是多久 一個月 我們 我們哦 在做風水布局審視開院 我們要很務實 要很理性 不要太感性 也不要太過於一廂情願 不要覺得說啊 我終於等到最後一點啊 李星老師你前面跟我講這麼多 我 跟你講 我就在等你講第八點 前面七點 我左而進右而出 我就是要等你第八點 好 那第八點如果說你希望很快 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增加你人際關係的一個 一個效用的話哦 我希望你前面七點 好 你都要能夠做到 好 那它才會快 好 你才會明顯 好的來 那注意嘍 接下來哦 第八點是這樣子 請幫我記 請幫我記兩個聲效 幫我記兩個聲效 來 一個就是兔 這是今年 針對今年的流年 一個是兔 一個是蛇 一個是兔 一個是蛇 好 那在 我記得在有一次的直播 跟大家來分享 在今年的流年 兔跟蛇 是我們流年的貴人生效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可以在 比方說在居家的這個正東方 還有呢 居家的這個東南方 你們可以去找什麼 找兔子 還有找蛇 的這個圖案 或者是裝飾品 圖案或者是裝飾品 然後把這個兔放在正東方 把這個蛇放在東南方 好 那以材質而言的話 最好 最好是木質的 所以找木質的兔子 然後找木質的蛇 放在正東方 還有放在正 這個 東南方 正東方或東南方 好 那這是第一個 那在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什麼 我希望大家去查字典 查字典 查字典幹嘛 來 你幫我打這個步手 好不好 第一個步手 叫做 卯步 查這個國字 是卯步的 只要是卯步的 還有呢 查這個步手 這個步手呢 是這個四 十乘的四 是四步的 四步的 十乘的四 也幫我打一下 四步的 然後呢 你把這 找到了 它會有列出幾個字下來 對不對 會有列出幾個字 然後呢 卯步的字 卯步的字 你們要找幾個 你們能夠可以的話 你找三個 或者是八個 把它寫下來 比方說這個 卯步的字 你找出來 可能你找了三個 你把它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 我剛剛不是說的 木頭的兔子嗎 把它壓在木頭兔子的下面 然後呢 這個四的咧 四的你要找幾個 你要找兩個 或者是七個 可以嗎 懂我意思嗎 懂不懂 卯步的 卯步的這個字呢 你找三個 或八個 然後呢 四步的字呢 你找兩個 或七個 兩個或七個 好 然後這樣子 壓住了之後呢 這接下來 接下來的這幾點 只要是 接下來只要是 卯日 或者是四日 就是天干地支嘛 天干地支嘛 只要是卯日或四日 記得啊 盡可能的 你身上的衣服吧 不管衣服也好 褲子也好 襪子也好 鞋子也好 或是身上戴的配色也好 盡可能 嗯 盡可能的有綠色 盡可能有綠色 接下來 只要是卯日 或者是四日 盡可能有綠色 你不一定要穿全身綠的 你不一定要穿的跟史瑞克一樣 沒有關係 好 那你只要身上有綠色 欸 他就有他的效果 可以用黃紙紅字來寫 啊 我們就規定用黃紙紅字了 好 我們就單純一點 黃紙紅字來寫 啊 那然後 那又再 再進階一點呢 如果說 卯日 或者是四日 你們能夠身上 啊 帶比方說 有一些木質啊 啊 木質的裝飾品 或者是你身上 你穿一些有木紋 啊 有木紋的 比方說像皮鞋啦 之類的 好 這樣子喔 你這樣子持續做 啊 持續做 很 很簡單 持續做 這樣子做多久 原則上呢 這個方法 只要你們前面一到 一到五點 或者是說一到七點 你們都能夠很務實的 這樣子一直做三 三個月 不是三個月 一個月 然後你們再做這個 這個八 就是第八個 剛剛講的第八個步驟 很快 也是再做一個月 你們就很明顯的 可以感受到 你們的人際關係 未人運 有很大很大的提升 那又或者就是說 你們在工作上面 你是實際上 你真的實際上 你是比 可能你是業務 可能你是公關 那又或者就是說 你在公司裡面 你可能是人事部 HR 俗稱的HR 你需要大量的 跟人這樣溝通 再接觸 你這樣子持續做 持續做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欸 你的事業運 包括你的貴人運 那這個事業運 跟貴人運 它會直接投射到 你的收入 不管是政財 還是偏財 都能夠會有這個 很明顯的提升了 在東方 還有東南方 是今年的貴人味 是不是 好 那如果說假設 我說假設 假設你這個木的兔子 跟木的蛇 真的不知道怎麼找 或者真的找不到 那你們有一個權宜的方法 一個權宜的方法 你用什麼來替代 用盆栽來替代 可是這個盆栽喔 你務必喔 一定要選原業的喔 不要選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胡偉蘭啦 你要求人際關係的 你用胡偉蘭 你這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不要做這種事情 好不好 看了 跟我們直播那麼久了 不要拿什麼仙人掌 還有什麼那個 胡偉蘭去求人際關係 這真的是求小人了 好不好 像原業的金錢樹啦 或者只要任何葉子 它看起來是 圓圓肥肥很多水分的 這個就叫做吉祥植物啦 用它就對了 喔 好的 好 老師請問用盆栽代替的話 要放多少盆 一盆可以嗎 一盆就OK了 放一盆就好了 我們擅角方便 不要把自己家裡面 真的搞得跟熱帶雨堆一樣 那這樣子氣場會亂掉 好不好 那所以一盆就夠了 一盆就夠了 只要找對地方 找對地方 就可以囉 水養或土種都可以嗎 水養或土種都可以嗎 OK來 其實土種的沒有問題 那水養的會更加加分 會更加分啦 喔 土種的OK 水養的 欸更好 喔 來美盆應該要四隻 對嗎 很好的問題喔 那四隻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你實在湊不齊四隻的話 欸還記不記得 我剛剛有說了 有說 有說什麼 就是兔子的那一邊 我要放三或者是八 對不對 那以蛇的那一邊的話 我可以放二或者是七 那換句話說 我再重新整理一次喔 盆栽裡面植物的數量 那如果你真的要追求數字的話 四 四是最保險的 那如果說呢 你是想要 針對方位來放的話 兔子的話 你可以放三隻或八隻 蛇的話 你可以放兩隻或七隻 好 那如果你實在光聽到 啊老師 那怎麼四啊 怎麼三四八二七 到底要放幾隻 我整個頭都昏掉了 如果你已經昏掉的同學 很簡單 欸 欸 讓自己歸零 讓自己沉浸下來 啊 放一隻也可以 我重點 我是要有盆栽 重點要有盆栽 數字能搭配上 那是錦上添化 那是加分 啊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只要有放盆栽 放在對的地方 它都會有它的功效在 喔 來 請問是哪一天 哪個時存坐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這個方法喔 我們一切 講求 善巧方便 啊 也就是說呢 只要前面這七點 啊 或者是說呢 前面五點 啊 你們經過一個月的時間 真的都能夠完全做到了 好 再接下來 六七八 只要你們方便的時間 都可以做 只要你們方便的時間都可以做 因為今天分享的方法 呃 除了第八點 可能會跟方便啊 可能會跟我們的呃 一點點 可能棋門有點關係之外 前面這呃 七點啊 都跟我們的這棋門 沒有沒有太 呃 太密切的相關 只要你們願意做 絕對會有它的效果在 盆栽要放多久呢 哎 我剛講了喔 呃 盆栽原則上 你只要在對的位置 放一個月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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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個月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啊 放了一個月之後 或者再放這一個月的這段時間 啊 我明顯的 人際關係 哎 真的有提升了耶 哦 我的感覺 我的貴人運 變得比以前要好了 啊 我來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當你發現 哎 我這樣做 真的有明顯的提升 你會想要把它撤掉嗎 哎 大部分應該會覺得說 哎 那既然有好 那我就讓它繼續好 我就繼續放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OK的 沒有問題 啊 如果你覺得真的有 有很明顯的幫助 你想要繼續放 你就繼續放 但是你繼續放 你保護一個大名的植物 你不要讓它哭掉 黃掉 哦 好不好 那當然如果 呃 你放了 覺得哎 這段時間 我已經很明顯的改善了 我的人際關係 增加我的貴人運 那 呃 我希望把它給撤掉了 啊 那你就是在一個月之後 或者你覺得哎 有明顯的提升之後 就把它撤掉 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哦 放寬心 放輕鬆 放輕鬆 哦 好 那真的需要在特定的時程 特定的時間 所做的開運政法 我一定會特別講 那如果沒有特別講的話呢 各位同學 呃 就不用過度擔心 啊 就好好的來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今年如果說我們要 呃 想要增加很明確 很明顯 呃 增加自己的貴人運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那今天分享的方法呢 呃 我覺得 各位同學要有耐心啊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訴訟法 啊 並不是說我今天做了 我明天下個星期就會看到效果 甚至呢 前面這五個啊 這五個步驟 一到五的步驟呢 算是對我們個人的一個考驗啊 啊 那因為我們每天都要持之以恆啊 持之以恆的去不斷的去反省啊 那甚至不斷的每天晚上睡覺前要去做重複的事情啊 那 有捨才有得嘛 啊 那 你要去付出 那你的回報才會是甜美 而且是穩固長久的嘛 好不好 那也希望啊 今天這個方法 那各位同學如果真的願意去做 那你們都能夠在一個月或者是兩個月之後 那去啊 獲得你們想要的這種好事啊 或者是想要的這種好運好不好 祝福大家囉